十年来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引领 绿色丝绸之路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爷爷 什么是绿色丝绸之路 爷爷给你讲个故事吧 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 从此古老丝绸之路重换生计 中国有句古话叫兽人以鱼不如兽人以鱼 以草代木的菌草技术 既能解决粮食和贫困问题 又可以防止土地沙滑 防止水土流失 如今浙江中国的绿色技术 已经被分享到南非 巴布亚 新几内亚 卢旺达 菲基 等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 成为无数当地民众的幸福草 亚万高铁连接印尼首都雅加达和万龙两大城市 高铁时速350公里 居民出行时间从3.5小时缩短至40多分钟 亚万高铁是印尼和东南亚第一条高速铁路 全线采用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 列车轻引系统可回收85%以上的制动能量 更低碳阶能 更绿色环保 近年来 蒙内铁路 中老铁路等一大批交通基础设施投运 为当地居民提供了更有效 更可靠的绿色出行方式 也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强大动能 Н分数数实对目的 旁浙埔省是巴基斯坦工农业最发达的地区 人口超过一亿 停电曾是这里的家常便饭 严重影响人们生活 制约经济发展 中国企业与巴基斯坦合作 在沙漠里建成了900兆瓦光伏电站项目 每年为巴基斯坦提供13亿度清洁电力 仅60万个家庭 结束每天停电十几个小时的生活 绿色光伏照亮旁浙普大地 中巴建设者在这片荒漠上 创造了从无到有的奇迹 如今中国的绿色技术 正为越来越多国家 提供源源不断的清洁能源 为全球能源转型 提供强大助力 这就是爷爷要给你讲的故事 你现在知道什么是绿色丝绸之路了吗 哦 我好像知道了 绿色的地球的保护大 十年来 一带一路倡议 从谋片布局的大协议 发展为精紧细腻的公笔化 中国也实现了 从全球环境智力的参与者 到引领者的转变 中外合作伙伴 共同发起成立一带一路 绿色发展国际联盟 实施绿色思路使者计划 和应对气候变化 南南合作计划 积极建设生态环保 大数据服务平台 为相关国家注入绿色能量 提供绿色机遇 让绿色发展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 未来中国将与更多国家一起 共同建设一条条 绿色发展的优异之路 共同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共助人类命运 共同体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